你要主席身體狀況還好嗎 柯文哲委任律師再度來到看守所的律見 一如往常沒有回應 加期限還有五十幾天 檢方查金流卻持續卡關 近期打算再度提訓 平面媒體更指出不排除 會對柯文哲進行測謊 其實柯文哲做測謊早就不是第一次 曾和陳志涵玩真心話大考驗 說謊會被電 不過當時只是輕鬆玩遊戲 若是司法案件中進行測謊 得特別嚴謹 掛上各種儀器監測生理活動 在提問過程中 觀察心跳汗腺血壓起伏 進行測謊判斷 但由於刑事被告受到監默權保障 可以拒絕測謊 加上結果有不確定性 通常只作為參考 但確實曾有用測謊 作為補強證據的判決 得符合條件 首先受測者得同意 且有構知可以拒絕 身心意識狀態正常 無外力干擾 如被害人在場 測謊員有專業訓練 儀器也正常運作 但即便五點全符合 法官也不見得會采用測謊結果 測謊目前在我們的體系裡面 它可以當作補強證據 它不能當作唯一的證據 但補強證據其實它也是一種證據 但是它的證明力可能會比較弱一點 大部分是就是說 證據還在無無波的時候 測謊的機會比較高了 檢方16號上午9點半 約談電視台記者要調查 是否有泄密 一個小時後 由律師陪同離開 未有回應 下午3點結果出爐 北檢發出聲明強調 報導消息來源 非來自地檢署 廉政署 調查局或法院等公務人員 也表示報導 與本案證證 有諸多不符 族任 偵辦團隊 沒有泄露調查內容 而這回共有五名記者 依證人的身份傳喚到案 據保護消息來源 五人都拒絕透露 消息提供者的身份 北檢表示尊重 但也請外界別再臆測 檢方違反偵查不公開 TVBS宣布 關於泰布道